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过去2015年这一年过程当中 我们在马来西亚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 以及人们所关心的一些事件 那么就有声人吧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然后看起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线上呢 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位 跟我们一起谈着十大事件的一位 经常谈的我们的好朋友 也是因为我们重要的嘉宾 是我们的嘉宾评论人阿信 他今天会跟我们一起回顾 我们马来西亚十大重要的一些事件 当然这个十大的重要事件 大家可以去参考 大家就可以看看 这是我们六年台整理过后 就觉得是非常重要 也是在今年度 非常值得去审视的一些事情 首先来关注一下第十项的关注事件 就是安华在三月的时候入狱的事情 这个安华那时候入狱的时候 就也是同时就有一些 这个六火莫西2.0的这个集会 那么当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 大家都站出来有一个集会 然后声援安华的 那么安华进入入狱这个事件 就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得到 说因为他入狱五年的时间 那么五年的时间 他就会错过下一届的2018年的这个大选了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的知道说 有很多人都揣测说 这是一个执政当局他们的一个手法 就让他错过大选的一个手法 那么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就要问一下阿信 阿信现在在我们的线上了 刚才也忘记了介绍他出来 早上好 早上我不存在 主要还是要请你上来跟我们讲一下 你自己对于这十件事的看法 首先就是安华刚才说到的这件事情 你自己 这个我就当作是一个普通的民众来做一个看法好了 每个这十大课题里面 每一个我看说不到两个分钟 应该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对不对 还蛮多的嘛 我看你传给我的那一个有十大 从安华这里开始的话 我觉得就算是有一点像 我们跟朋友之间讨论都觉得 这有一点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 时代的结束 因为毕竟要等到下一次 不过这个安华在整个事情上看起来 从过去从烈火莫西第一次 就是在1997年之后吧 98左右的时候嘛 开始到现在 也这个事情也持续了好久嘛 一直到明年的诞生 那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安华的影响力 跟上一次大选 跟前一次大选比起来的话 一直看到它的影响力不断的在 不断的在减弱了嘛 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过去了 然后尤其是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安华再一次的踏入这一个 好像感觉上对我们普通民众 尤其是可能对明年的支持来讲 哇 这又是一个陷阱和一次陷害 那对我们这种来看起来就是 这也不是什么大件事情啊 其实安华被入院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关于 感觉上就像是一个重庆恋的课题嘛 对吧 那在马来西亚普遍上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 可是在很多国家 这不是什么大件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算是有一点 感觉上是一个小小的落幕了 然后一个时代的过去 然后安华的 也看似明年的一个 下一个时代 到底是有谁可以在崛起 有像安华这么大的影响力的一个领导人 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好像似乎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过去啊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原来是明年了 现在是新希望联盟了 还就是 我们也普通的或明年的支持的朋友们 还是一直在期待 在五年之后 两年三年之后 四年之后 安华出狱的时候 他依然可以作为就是明年或新希望联盟的一个共主 能够如果真的能够执政中央的话 也是作为首相的第一人选 对对对 那个我不确定 因为安华有点年纪了 对吧 虽然看起来 就像看灵机枪 或者是看阿玛哈地亦来火焰 灵机枪也还可以 可是每个人身体状况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对 有些人感觉上 可以一帮风顺的 活到八十九十都没关系 有些人可能到七十岁层的身体 就有点脑胎隆重了 尤其是过了那个阶级的生活 我也不确定 是不是还可以有这样的那个 这样的那个热忱 这样的那个体力 尤其是在外面的民众们 还有选民们 还有支持者们 是不是还可以保持这样的热忱 到了几年过 他是不是 好像曼德拉雅 即使过了几十年出来的斗子 还可以 还可以 依然有这样的一个破例 去领导他的民众 我也不确定 是 所以这个事情 还是要再看 2018年 或者是过后的事情 就是 等安华出来 过后再看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别说 别说 别说三五年了 就算是 就算有时事情 过了一两年 很多那个局势都会 是 巨变 你看现在的那个 明年的气势 跟上一次比起来 跟前一次比起来 那个 其实可是 没有一次 比一次弱了 是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我们的民众 是不是还可以看准方向 因为在最最最最好的时候 像上一次大选 我觉得明年的气势 其实应该是最强的时候了 不管是从网络 是整个 巫统的那个弱势 到所有的民众 包括了华裔 全部 我们所谓的海啸 其实 不管是不是真海啸 但是它的气势 应该是最强的时候 如果既然都没有办法 半导那个国阵的话 我不确定 下一次的话 还可以不可以 这样的气势 所以这个还是要 一个很长眼的路途 去看这件事情了 当然我们现在就要 接下来就看一下 第九项的新闻了 第九项的事情 就是 东盟峰会 东盟峰会今年是 在马来西亚这边举行 然后因为马来西亚 就是主席国 纳吉就是东盟峰会 这一次的主席了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 东盟峰会这边 就不只是 东盟十国的领袖们 或者是有相关的官员 们到来马来西亚 反正还有很多 亚洲国家 或者是美国这边 甚至是其他的 欧洲这边 有些代表也过来了 包括我们最重大的 我们大家很重视的 就是奥巴马 也过来了 那个时候 所以算是 马来西亚这边 算是一个很大的面子 因为毕竟 之前的峰会 感觉也没有那么多 有气势的人 来这一次 在马来西亚这一边 反正韩国 日本 印尼 或者是美国这一边的 领袖全都来了 聚集在马来西亚这一边 也看得出说 马来西亚其实 在这一个外交的部分 在这一边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 这次的东盟峰会 也顺利的结束了 今天 22月31号 就是在昨天的时间 也是刚好东盟 地共同体也刚好 就是单身了 就是成立了 所以在这一方面 看到说马来西亚 或者是在东盟 这个区域 在未来的路 有一个比较明朗 比较乐观的一个状态了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全世界的趋势 好像都是这样 大家互相在结盟的感觉 不过对我们来说 好像那段时间 我刚好也在 忙一些小事 我除了知道 基隆摩特大塞车之外 我好像没有感受到 太强烈的 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一般像这些 那种的峰会之后 有时候 像我们那种 一般民众会觉得 如果没有真正去注意 这个国际歧视 会倒是觉得 这到底跟我有啥关系 好像大部分我看搞不好 是这样子 尤其是你来到东海岸 感觉更强烈 或者是东海岸 尤其是到吉兰丹 这样的边疆地区 这样的一个东海岸 到底跟我们有啥关系 你会随便找一个民众 或者本地 喝咖啡 一些马来民众的时候 你问他可能 他还搞不清楚 这是干嘛的 那你说 这个 到底有什么实际的 其实我们到时候 最后都是要看他 真正结盟之后 这些峰会 这些各地 世界上 各种这种 有点像是结盟运动的话 或者是扩大自己的 经济市场 跟经济版图的那些 一些策略性的问题 我们有实际上的 运作起来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 有时候都感觉不到 还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感觉到就是 大家有一个年 有点像是联华会之后 其实大部分还在等待 他下一个策略 或者下一个政策 到底会有什么 极大的改变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其实就和 是之前 柬埔寨 是吗 柬埔寨的当时的 一个领导人 他说 我们要把东盟人的理念 推广到 柬埔寨内地的民众当中 让每一个民众 都能感受到 我是东盟人的一种自豪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 其实首先 在我们马来西亚的 环境当中 就已经达不到 这种效果 我们似乎感觉不到 它对于我们的 生活的影响 有多么重要 我们像欧盟这样子 突然研究 好像有一些巨大的 比如 统一货币 这些 这些巨大的政策上的改变 或者是 在交通上 会不会打得更便利 在贸易上 会不会更加的开放 更加的自由 在进出口 这个管制 那个关口管制上 会不会更加的开放 会更加的自由 我觉得 这感觉 看起来都没有 这个整个峰会之后 都没有巨大的一个改变 也不会让人家觉得 我们之后 十年 五年内 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可以 整个政策上会 大级别 我觉得其中 许多的困难点 尤其是东盟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组织 其实各国之间的差异 相当的巨大 然后导致 我们也好像很多 困难点要去解决 在解决之前 好像变化 都不会太大 我觉得 所以 等有一天 东盟能够用 用共同的货币 来进行通商 或者说 能够像是欧盟一样 有深根条约 在东盟世国当中 可以来回穿梭 这个时刻 确确实实影响到 我们每一个 东盟国家当中 每一个民众的一个生活了 而且东盟最重要是 它真正 你看它的国家 真正东盟跟欧盟 不一样 东盟你看 跟真正国家 比较开发 比较发展的国家 包括了一些比较 第一就是语言上的问题 我们不像欧盟这样子 基本上他们的 国家发展到 即使英文可能有些国 对国有些国家 是第二语言的 但是基本上英文 我相信都相当的 还相当的普及 但是对东盟 这样我们要以英文来做的话 我们英文的普及率应该 我们共同语的普及率 应该要找一个共同语 都有点困难 我看 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 还是要解决 能不能用马来语 你觉得能不能用马来语 你要跟泰国怎么沟通 他们可能要选马来语 各国你一定要对这交易上 他们共同语 不一定是英语 但是你对各国的语言的专才 是不是足够 像马来语言有没有足够的越南 或者是泰国语的专才 可以处理这方面的 处理各国之间的交易 还有各国之间的那一个贸易的时候 有足够人才去打这场战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差别的地方 对 那你这样有一些国家在欧洲的话 有一些国家甚至可以两三个语言 共同进行 共同在官方都可以进行 相当的流畅的 有些像瑞士这些国家 都是双鱼国家的 甚至他们的行政上也可以分开的 都是各个语言 他们彼此之间不一定要通 但是他们的专才 一定足够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曾经在那个东盟会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外国 就是我们东盟十国其中一名部长 我忘记他是什么 就是哪一个国的部长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东盟这一边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话 我们要怎么在东盟 其他十个国家里面待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我们在想加一样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马来西亚人 我在菲律宾的这个马利拉这边待的话 我就觉得我最像基隆坡一样 我在泰国的曼谷待的话 我就觉得我像基隆坡一样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毕竟每个国家 虽然说我们说十个国家 有很多很多元的这个特色在里面 很丰富我们东盟的这个强烈色彩 可是就是因为多元 就让我们觉得我们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不一样 也就让我们觉得有一个差异的存在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的 所以在东盟这边我们就看到说 东盟共同体或者是东盟峰会这边 已经完美结束了 刚才其实阿星有提到的这个点 其实我还蛮赞同的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计划都出现了 可是这个计划到底有没有去真正的去实行 有没有去真正的去采取 这个些要做的这些措施 真的是还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东盟这算是一种经济 以经济为主要目的的 那经济政策的话 你看到我们的那个交通 我们的交通可能就是 我相信就是20年计划 要交通要发达到非常的流畅 就是早上我可以 我为了一件事 我可以到曼谷去曼谷之后 我中午还可以跑到越南去 越南到时候再晚上再回来 睡着觉中间开了两三个会 这样子要打到架 你看可能之前我们的交通除了飞机之外 他之前讲到铁路 铁路也是一个 铁路也是重要的一个政策 可是你想看铺好这些铁路 跟这种飞机可以方便到这个程度 我相信应该是至少20年后 是很长远的时间 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 还有一个改变 同时也是需要包括美国 也包括中国 然后能够进入到东盟国家 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种贫富 悬殊的拉锯逐渐的减小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实现东盟真正共同体的一个愿望 对对我觉得是长远的计划 然后如果今天看起来都热闹闹的话 可能是 可能是 欢乐和娱乐性质 大于那个时机的那个感受 是 当然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事情 也是很多人把它当成是娱乐性质来看的 就是我们第八名的 铁蝶效应了 铁蝶效应的这个事情 就是之前 在流地公场这边发生了一些小风波了 到底它是一个纯粹的偷窃案 还是 这个种族纠纷呢 到最后 当然警方这边已经证实了 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偷窃案 是 有心人是把这些事情弄成 很夸大的弄成是一个 种族案件的 那么这个种族案件就是 它不是种族案件 警方已经说了 它是一个偷窃案 那么这个偷窃案 大家又怎么去看它 因为毕竟它就是 设计了华人和马来人的两个群体 然后这个事情就 原效的越来越大 到现在 我们在那马拉广场 马拉大厦这边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流碟二的 一个情况发生 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 到底是要再怎么样的走下去呢 好像似乎对于阿兴来说 杰拉丹并不存在这种状况 你不要少一点 我们的族群的比 这个地方如果它的族群比例 差距太大的话 基本上它就很多时候 就不成问题了 那基隆坡这种地方 是差不多接近是5050 尤其是四种地方 我看自己华人站 为主的那个区域了 那对 所以就比较容易发生 这种比较鸟的事情就对了 比较鸟的事情 我忘记看你那个事情 你刚才说是流碟 是一种效应 我不知道流碟 可别是一种效应 low up effect 是 有点效应 现在有点效应 我觉得这个其实 网络媒体的那个 效用是蛮蛮大的 以前这样的一个新闻 很难变成一个新闻 除非真的是有新人炒作 比如才可以10万8千里 传到家一户小店 那边有一些人打架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传得这么远 怎么可能传到 从西海岸传到东海岸 以前五一三的时候 槟城一开始是有一个人 被打死的 一个老波 听说是在贴海报被打死 但是在槟城传到基隆坡 你都觉得这样的事情 好像都在雪兰 可以引起骚动 这样应该是有点不正常的事情 对吧 它只是一个 这样每天都有人死 跟一些冲突 有时候这种新闻 以前的媒体要传这样那么远 是有点困难的 除非真的有新人 或者是有媒体特别去炒作它 那这个的话 留点这些事情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同学跟打架的事情 那打架当中 有没有混杂 种族上的那个 我觉得 多少 看那个YouTube看起来 好像你要把它炒作成 是绝对可以的 所以看的人有心 炒作的人有心 看的人无心 但是看的人后来就变成有心了 所以我觉得 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 流点独立的事情 它是整个网络媒体的一些现象 网络媒体的一些现象 之后网络媒体 变成是一种传统媒体 在彼此之间 用同样的观点来看 同样事情的时候 它就变成导向 比较种族性一点 那实际上有没有种族成分 是一定有的 因为炒作的人 有种族成分 在那看的人有 那当时的人 我觉得当时的人 可能性就比较 小也 因为毕竟 Loya里面也有华人 有马来人 经常的 有马来人 有华人的 那有人去投的话 基本上他们这些 里面在一群人 彼此把这个小手赶出去 我觉得是还 满可想象的 蛮正常的 那到最后变成一个种族 我觉得是整个过程 就是跟任何的世界一样 就是一个网络 媒体变成传统媒体 到最后大家的观点 往同一个方向去看的一些事情 然后过后还有一些 一些称风 就是彼此自己来宣传自己的那些 NGO 比较带有一点点种族主义 或者非常强烈种族主义的NGO 一起去 一起去收一下 这样子 我觉得 这个事情就差不多 可以完成一个故事了 是 那么本身流点事件 在吉兰丹 产没产生效应呢 这个好像 Fill不倒 是 这个是吗 我还有没有什么关系 吉兰丹最大的那一个 吉兰丹最大的那种电脑 电脑商 有一两三家 那最大的一两家 其实都是马来人 都是本地 不是马来人 是本地的土族 那第三 第三比较大的才是到华人 对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现象 那你要讲到零售的 去supermarket 看到卖手机 很多还是华人 但是 你可能想像 其实这边最大的电脑商 它是主要是专门 做一些政府部门的 那种电脑 可能一卖就是 三百台 两百台 一百台 所以最大的还是 还是买的 所以你讲 华人 会有这样的 因为这个卖电脑事情 彼此从事 我看它 吉兰丹倒是没有 那么强烈 对 没有那么强烈 但是会有 对吗 有是因为报纸 我们看同一份报纸 除非我们 吉兰丹 自己的吉兰丹 是报纸类的 好像没有 对对 我们连东海安报都没有 我们的报纸都是 全部都是 以中央的视角 来看全国的 对不对 是 所以以中央的视角 来看全国的话 现在我们一定是 接受同样的 那一个事情了 同样的影响了 对 同样的那个视角的 对 好 那么就接下来看 第七位的 这个明年 不复存在的事情 明年已经分裂了 那么明年 它分裂的原因 我们也知道 它的导火线 就是异性法 那么异性法 就是伊斯兰党这边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个刑法 那么很多的 就是我们也知道 之前明年的里面的 这个最主要 还是行动党这一边 就是因为不喜欢 这一个法 这个法令啊 就是这个 一心法 所以就 闹得很僵 然后过后就分裂了 那么分裂就 不复存在之后 就 组成了一个希望联盟 这个希望联盟里面 就没有伊斯兰党的 反而是有其他的一些 可能是非政府组织啊 或者是一些NGO之类的 他们就一起加入到 这个希望联盟里面 那么希望联盟 它这次好像比明年 那边更壮大的一些 可是它就是 独缺了伊斯兰党 那这一点就是 让很多的明年的粉丝们 大家都心碎了 因为毕竟 自己选出来的明年 已经是不复存在 然后现在希望联盟 它已经是一个 不一样的形式 一个形态了 那么当然延伸出来的 就是伊斯兰党 现在他们一个党派 也是可以 独立下来的一个情况了 那个明年的 那个粉丝哦 心碎了哦 你是怎么看到的 明年的粉丝 我说的粉丝心碎是很笼统的 整个全体的 不是各党派的粉丝 是明年的粉丝 因为我明年的粉丝 明年的朋友看你哭了吗 那倒没有吧 因为你看明年的整个粉丝群 有 加码天天像整人哭 明年的整个 你这样的说 就是说加码是明年的粉丝 你这么乱说 你看 这个明年的粉丝 他就是一个很 就是之前明年很多党嘛 他们党下的粉丝 他们的共同愿望 就是要攻入不成 这个是他们的共同愿望 他们现在分裂了 难免他们的这个 攻入不成的愿望 就已经粉碎了嘛 那当然是会心碎啊 是不是你说 我看起来好像 有些人就 哎呀 终于把那种 这种一些华语来说 哎呀 终于把一串 把他切割一下 切割一下也好 感觉上是这样 好像没有粉碎 可能我不清楚 对于回教党的 那个支持者来说 他会不会跟华语的 那个支持者 有很大的 那个差异华语的支持者 普遍上 感觉上不是属于心碎 是属于说哎呀 终于终于结割了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啊 那我还没问过 那些回教党本地的啊 尤其是季兰丹 是回教党的 那个最强堡垒嘛 那有没有心碎的感觉 我倒是不确定 但是我觉得打赞 就是这样的嘛 那尤其是西方的 尤其是我可能觉得 本地的有一些 我们的民主的 那个特质还不够 民主的气氛 还不够成熟啊 那可能很多人觉得 这样的分分合合的结盟啊 运动好像是 好像是有很难过的 不可接受的 但是实际上这种结盟 还有政治上啊 结盟啊 然后再断结盟 那这种很常见的事情啊 理念不合就要 就要重新洗嘛 然后最重要的 最重要我觉得 还是要看自己支持者 跟选民的一个导向 的一个倾向 我们马来西亚的民调的系统 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强 但是至少 应该也不会太强了 然后他们到底 你面对自己的那一个 自己的支持者的 那个风向的掌握 还有他们的策略性 是不是正确的呢 其实政治上就是 你不管是拆解 还是重新结盟 再换个名字 再擦新的旗 再换个人上去 到最后啊 都是你就是为了选举 深处 还有你的政治理念 有没有违背 你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已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 好像感觉上这个希望联盟 他的那个强化性 或者他政策上的 那个增强度 好像不会太明显 那么在这方面就是 我们想有一个对比度 就是看 吉兰丹的民众 就是对于一行法 是怎样看待的 或者是说 我们主要以怀疑为主了 对于一行法 是怎样看待的 那么同时呢 对于过去的明年瓦解 是怎样看待的 然后现在新希望联盟成立 又是怎样看待的 唯 唯 没有 因为外面下起大雨 那个雨季时分 外面下起大雨有点吵 对 我出来觉得有点熟不到 OK 是 我再说一遍啊 阿新 就是在吉兰丹这方面 你认为 普遍的民众 如果是你能够了解 物译民众也挺好的 然后如果 这方面 华裔民众也不错 跟我们能够简单的 介绍一下 就是 吉兰丹民众 对于一行法 是怎样看待的 对于 明年瓦解 是怎样看待的 对于新希望联盟的成立 又是怎样看待的 我觉得 对于回教党来说 对于那个 伊斯兰党来说 其实他们好像倒是觉得 好像没太大的差别 他们一直以来都 不管是民众 那个都是相当的 地方性的 我这个地方 我管好这个地方 那我这个地方是 我自己 伊斯兰党在 抓钱的 在掌钱的 那好像中央 对他们来讲 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 倒是没有那么太有 太有强烈的感觉 因为我们不像 如果是华裔的话 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对于本地的 好像是马来同胞来说 他们感受是不会那么强烈的 对于民连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他们是忠实的 那个伊斯兰党的支持 支持者 第一 第二就是其实 这个人的流通性 基兰丹跟基隆坡 并没有非常的 非常非常强 不会说就是 像华裔这样子 可能一年有一两三趟 因为工作关系 或者是 就算是旅行 或者去探紧关系 都会往西海岸去击中 但是马来人普遍上不会 不会也就是 他们是本土性强的 中央人太大的变化 跟这里州的变化 基本上的关联性 没有那么强 这个是我们可以感受到 如果你来想象 你说 他们会觉得 去基隆坡 这有一点遥远的地方 可能要策划一下 然后规划一下 然后打个巴士气 或者需要 就是那个距离 流通性有那么强 所以相对的来说 影响也不会那么大 对于少部分的华人来说 我们对于刚才提到的 不管是异性法 政策上 我们其实可以掌握的 也不那么大了 我们可以掌握的 政治诉求相对的 也不那么大 比较小一点 也不是那么强烈 因为大家可能自己 华人普遍上 也是以经商为主 觉得安分一点 觉得在这里 可以找到两分钱 那不要的话 反正我就是 最经典的人要走 也可以走 那有一点变化的话 所以基本上 会有政治诉求 当然希望可以更开放 更不要 更开放一点 会更好 但是实际上 也是也知道 这样少的人 在这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我们可以争取到的 也不多了 另外总体能够感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杰兰丹的 无意的民众 对于新希望联盟 和对于过去 民连瓦解 其实的感触 没有那么大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同时呢 对于异性法来说 对于主要 对华裔这方面来说 能够 因为他的政治力量 比较小 所以能够找吃 就可以了 但是至于 内心的希望来说呢 也是希望杰兰丹 能够越来越开放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在这边活了 这样有好多 华裔应该 常不有是这样 我们有我们的政治诉求 但是我们是知道 这个社会还是现实吧 尤其是民主社会 人多跟人少的话 你要 你要怎么去运作的话 它毕竟 它有它的现实面 是 好 那就这个 明年这一方面 就是看到 就希望你们这一方面 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不同地区的人 就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生活形态 那么这个生活形态 它也是影响着他们 毕竟你只来一次大学还久 是 好 那我们就 接下来看第六位的 马币贬值事情 马币贬值在我们 这一年当中 就好像在困扰着 我们的一段时间 不过一点都不困扰我 一点都不困扰我 一点都不困扰我 为什么呢 没有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 其实我 大部分我回到来马来西亚 我都是 我之前在台湾 工作一段时间 其实我的村庄 我教的 所以方面的村庄 全部都是台北的 都留在那里 对 那上一次去旅行的时候 我就顺便把它拿回来的时候 刚好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要跟马来西亚说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还感觉在欠负 对 我所有把我的 那个台币的资产都拿回来 差不多把它换成马币了 是 所以那家说 你看 人就是这样子 但是明天我要出去旅行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旅游 漫画家 因为只要等着你 就会 哇 麻痹变质 这个真是心很痛 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你了 血就会喷出来 我把那个台并拿回来 去那个 去那个 货币 那个 那个 外币税化那边的时候 去换的时候 就觉得 哇 好开心 但是莫名其妙 就是做了 20%的那一个 20%的那一个 麻痹 所以我觉得 这个其实就是 有没有影响 其实这个很大 看我的 所有这个故事 当然不是 都不是真的 就是说 到底你是要把钱拿出去的 还是要把钱拿出来的 或者你是要做外贸生意的 还是你是 你是长期旅行的人 常常旅行的 其实这个 关系都 都主要在这里 是 最重要的就是 自己选择一个方式 使自己的损失最少 不是 因为经常来说的话 这个是最明显的 到底你是主要是 以进口为主 还是主要是出口为主 那它的影响 就直接的出现 就是最大是这个问题 对于进口跟出口的问题 那如果是卖东西 我们这个时候 竞争力可真的是强很多 但是随着全球景气 没有付出的那么快的话 其实它的影响 相对也是不那么大 但是不管我们是出口 还是进口 它中间都会有一个 都会有那个差异在 比如我进口原物料 跟我出口 我卖东西 到底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有办法 达到一个 达到一个 达到一个利益 达到一个 经历上是会 其实还是降低 但马痹贬值 对普遍民众来说 基本上 都是 也不能这样讲 因为毕竟很多人 在新加坡工作 他们很开心 对我所谓的普遍民众 我也搞不清楚 他也是谁 当然马痹贬值 这个影响到的 主要还是 如果是对外 或者是对外国 或者是国外 对马来西亚 这边的一些经商 或者是经济走向的话 会有一点点影响的 如果是在马来西亚 生长 在马来西亚 生活 然后是没有要出国 或者是没有 像买国外的货 进口货的话 一般都是没有什么 多大的影响的 他只会觉得物价 尤其是一些进口 相关的东西 可能会略贵一点 不是不觉会略贵一点 略贵一点的 那如果是商家 还可以自己喊的话 可能他就不会涨价 那样你去两元店 他大部分都是中国外的 到处的两元店 都是中国货 那基本上两元店 都没涨价 所以可能商家 就自己吸收了 那个麻痹的贬值 对 对进口这些货的话 对 那就要看民众的感觉 其实在 最基层的民众 尤其在东海 这种地方 最草根性的民众的话 他直接的感觉 麻痹贬值 他们不常出国 也不是做这么大生意的 也不是老板 最感觉的就是这种原物料 生活上的必需品 对 日常用品 那日常用品的 掌控就是在一层一层往上 那如果中间那些商家 中间商的话 他们觉得 他还可以承受到 他们有必要起价的话 他们就感受不到 那如果是全部一起涨的话 他们民众才会 很明确的感受到了 对 是 那么所以现在就在 反正我们在 就破内的人 然后就感觉 现在物价很上涨 早晨去茶餐室 喝一杯咖啡 吃一个面包 就都涨了 这价钱 不知道在结栏丹 那方面还在涨 还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是不是在结栏丹 那方面 是不是这方面的物价 也在上涨 物价上涨是必然的 大家都会感受到的 对 感受到 但是他没有跟麻痹 一般上民众 还不会跟麻痹直接 麻痹贬值 直接对联上来 尤其是这些 比较偏远地区的 民众的 那个百姓的话 我相信他们 不会直接对联起来 那 这边离泰国 去泰国大概一个小时 就到了 那边有好些 那有没有 很明显的 我相信 目前听 好像也还没有 如果从普通民众 不要讲经商 是做那些贸易的 也还没有听到 有太大的感受 对 当然这个事情 虽然说刚才 我们也提到说 他主要是 如果是对外面的 一些贸易 或者是买进口货的话 自然就会影响到 生活 就是觉得 这个麻痹贬值 是真的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如果是一般上 普罗大众 在自己土生土长 在自己生活 没有买外国货的话 一般都不会觉得 有多大影响 像我自己本身 也就是没有什么 多大影响的 因为 生活也是糟糕 麻痹贬值 虽然说国家的整个 GDP可能是之类的 是会影响 有些就心上的朋友 他就说 辛苦了 辛苦了 因为如果他不涨 他就不涨 他就要不断的吸收 他可以吸收到 什么时候 如果再扁下去 可能问题就来了 尤其是 卖一些 像我们有一些 在经商的朋友 可能是 卖汽车零件 他们的利润 比较高一些的话 他就还可以不断的撑 因为他不能 不断的把那个 价钱往上提 提到最后 可能民众会吃不吃 到时候 生意会下降 所以他们也要 做这样的拿捏 做这样的评估 所以就不断的吸收 可是 如果再扁下去的话 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可能变得 没有利润的 或者会亏本 他们才会调整 所以最重要的话 还是在这些方面 我就觉得 还有一个事情 就挺蹊跷的 两天前我也去了 吉兰丹 然后我们在这边 在交手机 预付卡的时候 买两个预付卡的时候 你需要一张交 六毛钱的GST 两张就是一块 然后在吉兰丹买的时候 他们要我GST 他说不用交了 真的吗 对我买了两张 他说我说GST 一块二给你 他说不需要 就是二十 哇 这是怎么回事 是单一 在这个 我要去确认一下 因为我不用一幅卡 是哦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直接用那个 偷税的 是是 对对对 我以为是州政府 吉兰丹州的州政府 为了体恤民情 然后把这个GST的费用 全部由 吉兰丹州政府 不该承担了 好像有听说 我要去问一下 问一下用预付卡的朋友 这个事情 我到这个细节 我倒是没有注意到 但是哦 但是这个预付卡 相当于 尤其是马来朋友当中 这个是非常大的 严实的 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因为大部分人 在本地 他们因为可能 手机用量 尤其你不是经商的 你不是做Salesman的 然后就是 你不是很多 要交集的 很多时候预付卡 就已经可以预付了一个月 你花不到20块 这样子 20 30块 你就可以用得很开心 而且现在网路 很相当的方便 你打WhatsApp 很少人在真的 像这样子 我拿着电话 这样子 讲个一个小时 不像以前一样 所以预付卡 我觉得还是相当普遍的 但这个预付卡 提及交钱 如果一个月 本来只要用20块 现在变成23块 或者22块 其实一年下来 其实也蛮可观的 那个数字 是 所以这是 既然单的一个情况 对 但没有 因为普通 普通大部分人 还是用预付卡 我不确定 马来西亚 因为我一直都 不喜欢用预付卡 我在国外的时候 这些配套 就已经很便宜很便宜 所以不常会有人 用预付卡 对 回来的时候 也做这个习惯 很多人觉得 我不敢发现 在马来西亚 还蛮多朋友 还在用预付卡 配套的政策 不才一样 好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前五名的排名 第五名的 就是竞选门4.0 明显是在我们国庆日前夕的两天的这个重大的时间 因为毕竟聚集了好多好多的黄义人士在街上 就是我们的这个独立工厂的附近这一个地区这一边 大家就聚会过了一天 过了40个小时的这个就是在外面留宿 然后一起要抗争 要一个竞选 有一个五个的诉求 那这五个诉求到底是什么 那时候就是大家都一直在喊这些口号嘛 那么主要还是 要一个竞选的一个权利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非政府组织 他们也一同出席 有不一样的组织就有不一样的诉求 包括了有些是要释放安怀的 然后有些是要要爱护环境的 还有等等很多的 那么这个诉求 就是竞选门这个事情 就让大家可以看到说 很多是很多人看到 它是一个变相的一个 就是反对党的一个 奇节的一个机会吧 那么对于这个事情 阿西那时你是怎么看的 喂 也是下雨 我觉得我大概看来认真的想了一下 因为我再回顾一下 就是那个竞选门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民主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趋向于 更加成熟的一个民主体制 然后更加文明一点 但是其实有时想一想 因为我们的 毕竟我们还不是这么这种 真正民主开放的国家 我们的竞选 每一次的这种局会之前 都会考量一些 会不会敏感 会不会动不动就暴动打架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的心里 是还没有那么的放心去做这种聚会的 那聚会就是从第一次第二次 我觉得它的气势是很强的 真的是让政府看起来有一股压力 那到了后期 如果这个压力已经没有办法 像我觉得这个竞选门4.0的时候 聚会 它是不是已经不给政府 要承承那种压力 而导致是政府在宣扬它一种 我的政府的霸权 就是我给不给你才是关键 我们就很担心他到底给不给 他到底给不给这样子 这好像有点变得有点像几二三十 它就是一个变相的机会 对它就变成几二三十 大家和平的聚会 和平的聚会 就是诉求又更加多元化了 可能连同权的一起来 那大家就有点失教了 然后政府也感受不到压力了 那民众也感不到那个感染率了 那它的就越来越弱 越来弱的话 我觉得就有点复杂了 其实看起来就变得更好了 其实我是觉得是复杂了 第一 它真的变成G230这种 好像是公益团体的一些 加年华会式的体会 活动 这不算聚会的 算活动 过程都有相当完的 可能还有一个活动策划 好好的活动策划人来规划场地 这些 政府如果感受不到压力 民众感不到那个感染力 我觉得它的功能 心就有大减 当然就是我全部人都这样做 我觉得哇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 然后大家看起来就觉得很 很有一股热忱热血 觉得我一定要这样的一个政策改变 我一定要更开放更民主 其实要更民主 这是对民众的 对政府觉得哇真的 有这边有40万50万人 好像台湾早期 也是有红三军 其实这个我们 我们马来西亚都特别喜欢 就这样子 不像是华裔领导的关系 没有华裔对自己也比较敏感 直接从台湾引进的红三军 又青色又蓝色衣服 那这种感染力 有时会在媒体大量渲染下 它会变成一种 大家觉得哇对我们 就是要改变这个国家的社会 你看所以到现在 台湾已经进入一种 大家除了两党竞争之外 大家可以选一个五党级的人出来 就是他们厌借的这样 在这种感染的媒体操作当中 整个民众的风向会变了 他会突然间觉得 我可以选接受一个非国民党民进党 甚至不是亲民党的 一个五党级的人做个市长 会去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果 那从太阳花这些民众的这些 这种聚会之后 那马来西亚基本上 它已经失去这个 因为第一 我们的那个媒体的权力 还是掌握在中央 那中央掌握这种权力 它不管怎么样 包括了不管是新州 南洋瓜这种传统的包子 它被和谐掉之后 它出来的效果 就大打折扣了 对政府来讲 我可以控制你这一群人 让其他人觉得你这一群人在做什么的时候 它的意义其实是 共享复赖的 其实说 民众也没有办法去明确的知道 就算今天他们打架 会不会是媒体在掌握 不会的 我们基本上是 还是会觉得 这是又是扯到种族 各种各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视角的问题 我们这个机会就越来越 越来越加年华 是 其实说到静晓蒙4.0的话 就不得不跟四个事件一起能够联动起来看 还有另外的一个就是静晓蒙4.0之后 又有一个916红一大集会 那么这两件事情的起因和原因 好像似乎都有源于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就是一马发展公司的问题 然后还有26亿政治现金的问题 好像这四件事情是有分不开的一种 互相的一种作用力存在的 静晓蒙4.0 大家出来集会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很多有些诉求了 包括四点或五点的诉求 但是整体给人感觉到的是 想让纳吉斯下台 原因就是因为一马发展公司 与26政治现金的问题解释不太清楚 你就需要下台 但是这样的一个集会呢 为什么后来又有916红一大集会了呢 是针对了竞选门4.0 因为竞选门4.0 它好像似乎主要以华一为主 那么红一大集会呢 它是主要以马来人为主 似乎我们又 另外的一个层次可以看到 这是又是一种种族对立的 一种关系的存在了 也许它不真的是一种种族对立的关系 但是好像似乎执政当局 政府有意的把它转向为 种族政治可题了 就我也不确定 我们有很多网民都觉得 这是一个政治操作的结果 对 反正都是万二的国政 万二的武统 然后一定跟他有关 而我就不管有没有关 各种的那种因素 我们都可以考量在内的 各种 但是如果你要以结果做定论的话 要结果论的话 我觉得它是有方法这样子转移视线的 那它也可以很容易的种族化 那它也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些视线都模糊掉了 这是可以的 那过程当中到底是红一聚会的负责任家吗 他是故意的还是他受了受了那个的 但是不管怎样我相信 他的目的是差不多有达到的 因为大家都很关注这批人 他们先到那里去财产 要去那里财产 但是我觉得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就是 这么讲就是一个不开放 我们包括了媒体的不开放 媒体都没有完全的开放 像我们今天这样子胡乱吹水 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用词 容易被炒作 那今天这个红一聚会这样子 它到底是为什么的呢 我们没有办法 这哪一批人真的是 就是挖挖挖挖挖的很深很深很深 把这些人全部抄出来 全家抄出来 一个一个省事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 也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办报馆 也不能真正的去追求这些事情的原因 因为他会进入一个敏感的问题 比如你去专访他 专访他之后再去 再去想办法去挖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再做一个明确的分析 讲述自己的观点 马来西亚基本上还没有办法 那各个媒体的话 只要我们也不觉得 如果我们相信有阴谋论的话 各个媒体可能在一个霸权下 觉得要往这个方向吹的话 大家就已经往这个方向想了 因为我们普遍上 尤其是上一辈到 至少到我们这个 大家相信传统媒体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另外的一个国家就又不得不牵扯进来了 在916红一大学会的时候 其中的中国大使黄慧康 然后他就去唐人街 市场街 然后那边采访了 访问了 或者是说 是他 不应该说是他 他就是走访那边 走访了一些商铺 他去吃那边 美食 同时他还说起了一些言论 包括就是回娘家 言论 这些言论呢 就会让我们的外交部 就会提出一些抗议 认为黄大使上的一种行动和做法 他干涉了我们国家的内政了 您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我觉得 对于市场街 它有它的象征意义 实际上很多华人也不去那里旅行 你去那人家 你去几个美食 我们去鲜档盖 人家就觉得你很乖 你会有点 亲爱的 我上次去的时候 有时候带一个朋友外国来的 就是带 给我的外国回来的 亲戚说 我带你去市场街 他的朋友 其他朋友听到 你怎么带人家去市场街 我觉得市场街 绝不是一个高高低调的 没人去 本地没有人去那里 大家就 你去那里这么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它是意义 带于它实际的那个效应 其实它是一个 好像华人的 在吉隆坡的一个 相当重要的发源地 而且主要在年轻上的 虽然大部分都是外劳的 但是主要的 真正的后面的老板和商家 都还是华人 对吗 那这个过程当中 那黄卉康特别在这个时候跑去 我不觉得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可能真的想去吃草福 见面而已 不过这个是开玩笑 但是重点是 黄卉康是一个大使 大使 他在马来西亚 他执行这种大使的 一般的例行工作的时候 他的发源 是不是真的在一个国家 有这么重的一个 关注点 这么重的一个角色呢 对 这么重的一个关键呢 我是觉得没有了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整个马来西亚 对于大使的那一个动向 特别的关注了 我很少许其他国家会注意到 人家对一个国家 某个国家的大使的动向 这么的关注了 这个事还蛮特别 也不然有人也说 这个是一个共产国家 毕竟他们的大使不是 发言是不能随便发言的 是要有经过政策考量 还有中央的指示之后 才可以这样子发言 我倒是觉得 这个事情的 的那个 媒体的效用大过 因为大使可能就是 力行性跟这些华社 讲一些这样简单的话语 对吗 大家都发现 我们开开心心 来恭喜发财 之类的感觉上 不过 虽然我们相信中共的 那个大使这种 观念都是有训练过 不会随便讲话 但是我觉得他实际上 并没有这么强烈的一种 各马一较要感受 那一段队这样的一个 对抗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心态 对 然后 我觉得这个媒体 媒体做的 做事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 其中的原因 其实也有一些原因了 然后也许大家都会明白的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 敏感性是在的 不管是华社 一些基本伯仲 敏感性 你看那个红衣团 他们会特别跑到 这些地方聚会 都是偏向 华人的地方 就是华人经商 比较关键的 核心地带 他不会去 独立广场 他不会去 古兽加烟 他不会去 一般的 他专门找这些 所以去吃场接 去吃场接 那个抗议 你看到那些外老 你会觉得 看见他们会觉得 他们会觉得 很怪的 对 华人这样的真的也不多了 其实他是 整个事情是一些 比较有趣的现象 那华人被刺激到了 虽然他一辈子 可能已经20年 可能15年 没有去吃场接 可是他也被刺激到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整个事情 你会觉得马来甲 其实是一个 种族还是 我们还没有到 非常的那一个 开放的地步 种族政治 政府一直在 还是觉得 玩弄 在玩弄 会利用种族政治 来问 我们自己也觉得 可以被玩弄 我们自己也玩得 不于乐乎 对 明明我们对 市场觉得不care 可是我们还是很care 到某一个节点的时候 对 这个是需要 一定的培养的 然后民众也是 需要一定的指引的 你就包括媒体的指引 你也包括政府当局 一些行政 政策上的一种指引 使得民众趋向于 哪一个方向 如果政府的政策 趋向于 使民众更加种族的话 那民众就是更加种族的 如果政府政策和媒体的宣传 不是种族政治 而是全民和谐的 这种政治方向的话 我相信大家也会趋向于 这个方向去发展 去看待问题的 有一点困难 是因为我们 毕竟我们的普世 全国国民各族之间的 普世价值观 即使在宪法上 都没有平权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大家心里不管你政府做什么东西 心里有个底 有个底说 我们是不平权 我们不平等 不管是在马来西西 马来同胞的心理 还是华那些 我们是不平等的 这个心理 可以很多事情 也可以延伸的 所以这个普世价值 我们不像一些国家 真的是 我不管你是多 至少我们是平权先 不管在宗教上 在那个信仰上 我们先要讲平权之后 我们再讲教育 讲素养 讲培养 讲关系 但是我们不行 因为我们的整个县 一开始的 立国的那个宪法 对于现在人的解读来讲 他就不平权了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长远的路 要走的话 要走这一条 确认了 你会去问 那个马来的 我跟你是不是平等了 那你要问一个华人 你愿意不愿意 跟马来一个人平等 你愿意不愿意 形象更多 一点社会 主义价值观的一些东西 在里面的话 大家就才可以去摸清楚 自己到底心里 想要的是什么 对 了解完了这个916集会的实行 我们现在要跳到第二名这边去了 第二名的排名是消费税 消费税 我们在4月1号的时候 就开始实行了 然后在实行 到了4月30号的时候 5月1号的时间 我们就有一个 就是也是反对党这边 挑起的 不是挑起的 就是 开始的一个集会 就是反消费税的集会 就是在这个吉隆坡这边举行 那么整个消费税的 这个情况看起来的话 当开始实行的时候 就有一些混乱 因为毕竟有很多的这些传统商家 他们对于这个消费税的 这个运作和操作 还是不太熟悉的 所以就造成有很多的情况 初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开始实行的时候 还真的有一些很多混乱的 那么到现在已经 2015年的年尾了 相信很多的商家 已经开始熟悉的 这一种运作方式 然后我相信很多的这种民众们 已经习惯了消费税的这一件事情 已经好像没有太多人 会一直在埋怨消费税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 说起消费税这个事来呢 伊斯兰党 它是一个最能够提起来的 刚才我们也提到消费税这事了 包括这个预夫卡之前的 60仙 60仙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在西兰党是 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是不收的 不值得其他的地方 然后这些事情 或许过去还有一些实例 你就包括有一些 伊斯兰党 然后组织的5月1号 禁止消费税 我记得是在200 2015年5月1日的时候 由伊斯兰党主要主办的 然后团结大家 然后大家参加这个游行 来抵制政府实施的 即将实施的消费税 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看 好像似乎伊斯兰党 对于消费税的这种抵制情绪 还是最强烈和最重的 是吗 首先拉回去 我觉得那个消费税 毕竟是本年度 那开始大剧 我觉得那个红衣局会都还在讲 消费税的确是最本年度十大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件事情 那马来西亚的最首制度卖下一个新的旅程庇 立下一个新的旅程庇 那为什么呢 先不说这个 那你又问我赞不赞 第一条件是 刚才那个也说了一些 那第一个 你知道我是不是赞成消费税这样的事情 第一个 因为我不许讲 我其实赞成消费税 但是我是不赞成那么高 跟其实明年他自己提出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就是我赞成消费税 不是那么高而已 因为六个八千 其实对总计来讲 你算一算 一天的生活费 就算是普通的民众 一个如果还有五百块的消费税 六个八千 一年下来 那个钱 他可以买一张医疗卡 那其实是不少的 这个六八千是蛮多的 那是不是 但是 本地你看 吵到最大的问题 之前在马来民众当中 吵最大消费税的那一个 马来民众是非常不满 但是在更普通的大众的 更朝根性的民众里面 真的是预付卡 预付卡 影响他的生活 因为油价没有那个 然后其实有些小东西 免税也有很多都免掉了 对不对 那预付卡之前没有免掉 哇这个就炒很小 为什么呢 直接影响生活了 六趴还在大了一点 其实我只是觉得 税这个东西 在马来民众的税务 相对很多国家讲 是不高的 那我朋友讲过一个很有趣的话 就是税是很有趣的 你只要缴一块钱 你就可以不断的麻烦 因为你有进你的义务 你今天缴了一块钱的税 那你进了你义务 政府就要进来义务 还要关好你这一块钱 还要把你这一块钱 投入国家的运作 来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税最有趣的 以前没有消费税的时候 华人普遍上在逃 基本上讲最多税的 就是华裔 对吧 一有消费税之后 这个风向马上转 为什么 消费族群最大的绝对是马人 对 所以马人突然转成最大的 那个税务的供应者 国家税务的那一个付出的 我觉得 这个很有趣的 当你有缴税的时候 你对国家的政策 就会更加的注意 像我去报税 他觉得 买几块 你去报税 他觉得 你开一个月那几千块 不用了 你根本就不用缴税 我瞧不起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 只要你报了税 交了税 你就有义务去 真正的去监督这个政府 你就会对你的钱 申请一句话 你的钱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所以这个消费税 他的执行 我觉得我是支持的 我觉得是必要的 对 因为很多民众 像我们这种 收入不到 其实马人家 很多人收入不到三千 那我们基本上不缴税 不必要缴税 或者就现在 一千多块钱 都缴税 所以他对国家的 那个政策的 就是钱的 工地的浪费 那些 他没有感受 大部分人会没有感受 当你不断的 在缴税中 就会更加注意 政府他在干嘛 对 是 那么 这个事项 就又谈到 第二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是需要缴税的 但同时 对于反对消费税 这回事来说呢 是我们 当时的明年 整个明年的 一致的一个意见 但是 明明后来 不是改成那个 他们其实 有说 消费税是必然的 但是 不这么搞 对不对 我自己是这样 是 那么在这方面 是不是 伊斯兰党在吉兰丹 这方面实时是 不收消费税的 还是禁止收消费税的 还是 州政府 为吉兰丹人民买单 没有 这是给我们的一种感受 或者是说 之前嘛 我刚才我提到 就是2015年 在5月1号 在那个大游行的时候 主要三个政党 主要是在伊斯兰党 组织这个集会游行的 当时 伊斯兰党包车 从吉兰丹 开到吉隆坡 包了好几辆巴士 把吉兰丹所有的 不是能说所有的部分的 马来民众都给拉过来了 来参加这个游行示威 对对对对 一开始我觉得 这个是普遍上一个国家 对那个税收支度的 那个复利节 有一些国家 你觉得 咱们早些台湾的 但是觉得税很高 很高 其实台湾的税不高 觉得很高很高 但是台湾的税很高的时候 就觉得 我们普通上 整个亚洲 对于缴税这个义务 都还是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觉得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政府 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放心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钱缴去哪里 所以对于这种税 我们会有点反感 有些人会合理避税 或者不合理的避税 各种各样的 可以少缴一点 就少缴一点 在国外一样 有时到40% 50% 60% 这样来缴 很可怕的 但是他们的政府 他们监督的最严格的 就是这些缴税人 现在用在哪里 是不是用在全民服役 他们可以接受 把这些钱 哪些服务 哪些接受 给下一代更好的更好的 但是钱又存起来也没用 那在马来西亚 我们对税 普罗大众对税的概念 还不是那边 尤其是马来民众 他们可能一辈子 真正也没有交过什么税 那没有交过什么税的话 他们会觉得 没差 突然要跟我收钱 我当然不能接受 这是一个过程 一定会反对的 正常人都不喜欢提高税稳 做分别的最终 但是 这个消费税 我觉得倒是还算合理的 怎么办 它的额度太高 消费税这一项项目 所以你讲 既然带有人去反对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的 因为 本来这么缴钱的 突然你要缴钱 当然是 心里又不爽 这都很肯定的 本来去这个 去这个动物也没有钱 突然一些动物要钱 它的实行 它当然还是会觉得 很不服开心 对 这个消费税的总之 还是影响到我们 全国的人民的一个思想 所以大家还是极度关注的 可是它还是排在第二名 那么排在第一名 到底是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 纳迪的本身一个的事情 就是 一马发展公司的件事 一马发展公司 它就牵涉到了 不只是纳迪 而且是它在国际的视角上面 大家也在关注着这件事情 因为包括美国的 华尔街的日报 也是有去报道 这个纳迪 一马发展公司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边 我们就看到说 一马发展公司 它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定位 然后在国际视角的一个定位 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虽然说 马来西亚一整年 下来的风风雨雨 这个事情就排在了第一名 就是让我们看到说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就让很多的马来西亚子民 都对于纳迪 失去了信心 然后对于他的执政的一些手法 或者是他做的种种事情 都开始有一些反感的 这种信念存在了 对我觉得一马公司的几天 他刚出来的时候 我一直都不知道 他是一间公司来的 我一直拿着这个口号 有时国家政策 还发了500块 我之前还符合低收入户 拿了300块 不过一个家庭不过岛 因为他还没工作 还是有段时间我没工作 算起来还够 就莫名其妙 有我的名字拿了一封信 还有钱 然后觉得到来说 那个真正的那个仇文 那个这些 那个金钱上的一些 绯闻的仇文爆出来 我才知道他是一间公司来的 那他别对是 本来就是最大的一个 气势之一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马来西亚 已经怪不怪 怎么这一个扯到哪 直接扯到了我们所思想 很难记者身上 因为因为他马来西亚 这种关联公司 关联或者半关联 一大堆这种 金钱的用到哪里去 包括只要每年马航 这种都会有一大堆 莫名其妙的那个钱 也不算 不见了是被浪费掉 这个是其中一种 那印马公司 这个就是这个的进化版 多数更大 那个钱的那个走向更 更不杂 然后最重要是 牵扯到强力的 那个政治的那个 政治因素 还有最重要是 跟那个首相有关 然后他不是跟官员有关 跟首相有关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这种开发中国家 很常就发生 其实不止开发中国家 很多国家都会有这种 关联公司的丑闻 那马来西亚 我觉得这个的话 这次爆出来我觉得是好的 这次爆出来我觉得是好的 因为大家真的会引起 因为我关联公司 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不是很新鲜 大家注意的比例没那么大 那印马公司 因为它是印一个马来西亚 之前的宣传很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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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广告上包括唱的杀杜 那一些的歌都跟这个有关系 那今天到这个强文重温的时候 大家的注意力交点 就比较吸睛一点 我觉得是好适合的 大家开始你看 即使到马来的社会 也开始去对这件事 做出反击和反感 但是它的作用力有多强呢 我觉得应该是相当的强了 但是是不是强到可以撼动活动呢 我觉得好像没有 就是现在印马发展公司 它不仅仅透露了一个公司的一个 管理不当的一个现象 同时它也透露出整个务统 整个执政党的一个内部的 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是不是存在贪污 是不是存在管理漏洞 等等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而这些存在的或者是贪污 或管理漏洞 被相关的机构给起诉了之后呢 那么执政当局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 和执政地位呢 又用种族政治来消除这种 对于执政当局的这种贪污的印象 所以这也是似乎成了一个循环 这是今年我们2015年 整个全年当中 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政治事件了 是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有了 这叫印马那个水上是应该以今年来 而且他发掉是什么没有忘记 但是他到现在持续上 虽然好像告一个小段落 因为他刚好在年末之前 刚好告一个小段落了 对不对 对 一些的巫统内部的动作也好 大家可以评论的范围也好 大家可以反对他可以挖的料也好 这样都暂时冷静一些 冷下来一点点了 跟上三个月比起来 刚好可以做了一年的新年快乐之前的 一个小小的ending post 是今天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能到这边了 刚好也是已经超时了一点点 可是我们也是照样刚才也跟听众朋友们 回顾了一下我们十大发生年度十大时间 就是留年才准理出来的十大时间 不知道这些十大时间对你的生活影响了有多大 我们的听众们希望你们可以对这件事情 审视一下 然后希望我们一起有一个美好的2016年 也谢谢阿信今天跟我们回顾了2015年发生的事情 希望你今年进步 阿信你准备今天晚上怎么度过你的2015年的最后一个一秒钟呢 最后一秒钟 这点点滑的 应该是跟家人过吧 还问一下下雨会不会水灾 但还在感觉你好像没水 好像又开始下起大雨来 有一些警报了 所以今天的2016年可能一个不小心 一年好久已经接水灾了 那祝福你的那个环境是会很好的过 然后今天晚上是很顺利的跨过2016年 是 好好好 谢谢 新年进步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是 好 今天跟阿信和我们一起回顾了整个2015年的十大重要事件 那么这十大重要事件当中就是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透过这十大事件 可以看得到我们过去一年的事情 然后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过去一年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可以有些是可以避免掉的 比如说一些不必要的种族冲突 不必要的一些政治的这些事情 我们就很难说了 因为那些我们操作不了 可是种族事件这种 是不是我们可以尽一份小力 然后把它化解掉的 这些事情大家可以在我们的2016年 是不是可以去实施好 然后去把它做好 然后更有一个更美好的马来西亚呢 这一个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吧 是 共同努力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在明年2016年的时候 能够一帆风顺 是 能够事事如意 能够赚大钱 能够有桃花运 我是指等未结婚的人士 是 然后与成家的人士呢 好好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对 珍惜身边的人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的 然后我们希望最主要还是新年进步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进步 在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更进步的一个年头 然后再增进自己是很重要的事情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 明天的 不是明天了 是明年见了 明年见 是明年见了 拜拜